法术会另一个瞩目焦点则是镜头大厂大力光 虽然新台币汇率损失造成了严重的汇兑损失 不过在产品技术良率好转之下 大力光毛利率高达了70.93% 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位新手机双镜头领导厂商大力光又有好消息 大力光法术会公布手机营收108.07亿元 税后存益48.84亿元 年增36% EPS36.41元 其中毛利率冲上70.93% 写下历史新高 汇率确实台地升值蛮多的时候 对毛利率是比较负面的 然后在这一季的产品组合也没有那么的好 然后可是正面的因素是 我们的这个良率有改善一些这样子 所以看起来QOQ毛利率是要偏食品的状况 不过在新台币汇率部分 大力光坦言第一季汇损高达11.4亿元 几乎相当于被汇损吃掉一个股本 至于接单情况 大力光执行长林恩平表示 接单需求较原先预估来的正面 iPhone 8新品下半年预定出炉 美系外资12号发布最新报告 点名相关供应链将带来高达770亿美元 约合新台币2.4兆元的营收商机 较iPhone 7大幅增加62% 其中并点名台湾厂商大力光台积电渴望受贿 尽管会损异于影响营收进涨 仍有外资看好大力光两绿好技术坚实 喊出目标价上看6000元 新台币是综合报道